大家好,现在已经是9月中旬了 第一个肯定是大冬瓜 另外在柵栏上有一个冬瓜 可能有朋友会问什么时候收冬瓜 因为我们种的很少,所以我会等到藤子基本都干枯了,然后才收 很惊喜的是在密密麻麻的爬藤豆角里居然还藏着冬瓜,长得也不小了 大部分的西红柿收成了以后,剩下的就比较容易得到光照 所以它们现在已经开始红了 但是你看到这个叶子开始卷了并且有点鹤斑 没关系,反正很快我们就要把它们所有都从地里拔出来 就随它们长好了 那么剩下的这些青的西红柿会不会都红呢,这取决于天气 如果突然间很冷了就很难说了 这个周末有点时间,本来想把爬藤豆角都拔掉 因为季节差不多了,结果仔细一看 它又长出来很多新豆角,所以我再继续留一会吧 菜地里的萝卜长是不错,这个不是特别大的萝卜 其实我是第一次种,我不知道到底长出来是什么样的 到时候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它们收成以后的样子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分享一下它们的口味怎么样 春天的时候种了四颗朝天椒,那个是意外 可能在拿苗的时候拿错了,因为我不会吃辣的 所以大桶里的就送给朋友了,剩下的三猪都长得很好 我准备把它们冷冻起来,够我吃一冬天了 现在来看看青椒,青椒今年应该说是收成不错的 不是长得那么没完没了的多,也不是长得那么特别的大 但是对我来说挺满意的,一共种了四株 从夏天开始结果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收 每个星期收两次,个别好的时候可以收三次 每次五到六个,刚刚好是一盘菜 茄子今年长得真的是好,我种的稍微有点多 因为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喜欢吃茄子的人 但是你看这个茄子长得非常大 我准备留一个留种,我从来没有用茄子留过种 这次试一下吧,因为这个茄子非常好 白色的芯非常少的种,而且一直非常的嫩 所以我还是试试 有朋友问想看看我的塔姑菜怎么样了 这个就是我的塔姑菜的现状,长得很大了 这是第二次收了 后来我一看还有空地又补种了一些 这个大约种了有10天的样子,也长大了 你看看我今天收的塔姑菜 一开始咬了很多虫眼,我都以为它们活不下去了 然后又非常顽强,植株非常大,有十几公分 第一次和塔姑菜一起种的菠菜全均覆没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一点都没有出苗 后来我在8月下旬的时候又种了一些,现在长得还不错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早春的时候,我用玻璃杯水培了一些小葱 这些小葱后来移植到花盆里头,我当时还上了一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再后来因为它们长得太大了,我就把它们种到地里 现在它们自己决定要变成大葱了,长得非常大 多伦多已经开始有一点变冷了,下个星期开始晚上的温度很多 只是在一位数的样子,所以我的小菜地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更多的发展了 这些是今天的收获,虽然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还是一直有收成的 这个就是我现在小园子的现状,后面我会来给大家更新视频 特别是在秋天关园子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来给下一年的种植打下基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